很多人可能觉得钱包里的零钱很重 这个时候不妨拿出来做工艺吧 有连锁超市业者和工艺团体合作 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募到将近千万元 这些呢都是消费者随手捐零钱的爱心 未来也将会用来帮助多重障碍的生长小朋友 生长小朋友用手脚演奏乐器 看起来有些吃力 却是他们花了许多时间的努力换来的成果 由于多重障碍孩童的教育成本相对较高 社福团体除了争取政府有限的补助以外 多数必须仰赖民间协助 透过企业建立募款平台寻求资金来源 集中度多重障碍的孩子 他的活物是复杂的 因为他需要医疗物件 需要特殊教育社工 我是一个当爸爸了 那我也觉得他们应该有学习知的权利 我经常在想说 全国两千三百万人 是人贯一块就好了 这样就很快啊 这个社会公益 是我们从我们做起 我们提供一个平台 让大家一起参与 不要小看这一点一滴的零钱募捐 连锁超市业者指出 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六月 目前已经累积募得近千万元 全市消费者随手捐零钱的爱心 有时候我们也是会捐一些 其他不同团体 像全家也是有一些活动 所以我觉得是好事一桩 您待会会不会考虑把零钱就捐给他们 OK啊 不过也有部分民众对捐零钱的真实性和效益 抱持怀疑态度 应该是不会骗人吧 我觉得要捐的话就 有意思就捐多一点 零钱只是 若有肉 有的话就随便捐 企业发动或参与公益活动 近年来已经是建立企业品牌形象的手法之一 虽然动机好坏 见仁见智 但民众的爱心 拒杀城塔的效应 对弱势族群来说 还是相当受用 有点TV罗振辉 蒋宗宇 台北报道